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跟随大海老师继续来学习关于完全平方数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在完全平方数一当中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它的三个性质 那在这里稍稍考察一下 你是否还记得呢 第一个性质是什么呢 嗯 太得了 你是跟各位数字有关的 哦 各位是 0 1 4 5 6 9 很好 第一条性质 完全平方数的各位数字一定只能是由 0 1 4 5 6 9 这六个当中的一个来构成的 好 第二个性质提示你一下是跟余数有关的 一个完全平方数除以3 余0或1 除以4 余0或1 那除以8呢 好像是01或者是4 非常好 除以8的话就是余01或者是4 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性质 相对而言就是平方数当中比较容易考到的了 也是在房称公当中经常会试到一些推理运算当中会考到的 那就是因为完全平方数咱们知道是由两个一样的数相成得到的 所以如果把一个完全平方数分解之因数之后 那么每一个之因数它的指数或者是次数应该是 偶数 偶数 简单来记三个字叫做偶指性 那么有了这个偶指性 在结合的因数个数定理 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推断出来 只要是完全平方数它的因数个数就一定是 基数个 基数个 那反过来如果有基数个因数的自然数 它一定也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好 特别的 什么样的完全平方数是只有三个因数来的呢 是 质数的平方 非常好 如果这个完全平方数等于的恰好是一个质数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数它也就只有三个因数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的第三部分性质其实只要研究的题目是第一块 就是偶指性 所以接下来咱们的完全平方数二的第一部分 咱们就继续来研究我们的第三个完全平方数的性质 那重点研究的就是它的后半部分那个基因数的问题 那首先咱们同样先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小题 稍微熟悉或者复习一下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性质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在不大于一百的非零自然数当中 因数个数是基数的有多少个 不大于一百那就是小于或者是等于一百 而且要求的是非零自然数 其实说白了就让你去找一到一百 这一百个自然数当中有哪些数的因数个数是基数个呢 那这个太简单了 有因数个数基数个当然一定是完全平方数 那我就看一到一百以内相当于让你去数什么呀 有多少个完全平方数 那这个相信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好那最后我们可以能够得到 因数个数是基数 那么一定是完整平方数 十的平方恰好等于一百 所以我一共会在不大于一百的非零自然当中 我们一共就可以找到十个完整平方数 那分别就是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一直到十方 好了各位同学这就是我们的理议 怎么样能明白了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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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